北京东南二环内有座安化楼 它曾经是共产主义大楼的样板工程 如今却是斑白老旧 破烂不堪 安化楼的存在 它的兴起和衰落 记述了共产党统治中国的荒诞历史 我们来看看安化楼的故事 北京东南二环内的安化楼诞生于那个高喊 共产主义是天堂 人民公社是桥梁的年代 半世纪过去了 数十年的老住户则盼望着 某天醒来能听到有关差一千的消息 曾经在北京院教的张俊女士表示 共产党的天堂根本就不存在 可是当时好多人都上当了 共产党所谓的人间天堂 实际上就是一个美丽的谎言 其实就是欺骗中国的老百姓 那时候我正在上小学 被当时我印象最深的 有那么一句话我现在回忆起来 就说当时就宣扬什么社会主义 是初级阶段按劳分配 共产主义什么是高级阶段按薪分配 当时我一想这按薪分配不错 不用劳动 那共产主义真跟天堂一样 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想什么就有什么 所以当时就还真是迷惑了好多中国人 当年负责安化楼的上海建筑师金城回忆 当时设计思路是大食堂必不可少 各家各户就不用开火做饭了 所以大楼的内部设计 寄托着设计者们对于共产主义生活的期待 本着大集体小自由的原则 然而事实上 对大食堂抱有炖炖吃炖肉的幻想 根本没有实现 谁也吃不饱 广西自由作家金厨认为 办大食堂的理想非常荒唐 在这个五十年代末 六十年代初 就是办那个大食堂 就是中国老百姓 莫死了五千多万 大约吸引人力丰盛 大食堂 大链钢铁 被中国造成了很大的灾难 在经济严重困难的情况下 安化楼在装潢上也打了折扣 中国青年报报道 每户的浴缸并没有安装 原本计划的四部电梯 也被减为两部 因为房租较贵 安化楼过了三五年 才慢慢住买 而多数的两居室单元 都是两家合住 共用一个厕所 直到今天 大楼里好几口人 挤在一间房的情况 依然可见 它就是吹起一个护照炮 想给这个意识形态 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来贴金 这样子贴金 也不能可以说 最终还是打自己嘴巴的 所以现在这个事情就变成了 不闻不问了 他们也没有什么资金的助游了 这样子他们就过得非常的 那种生活房 生活环境 生活质量就非常差了 2001年 东城区的北关清料楼 在微房改造中被爆破拆除 2003年开始 西城区的扶随金档楼也开始拆迁 南方周末在最新议题的内容指安化楼 是最后的共产主义板房 北京奥运会前 灰白的安化楼还被涂成了粉色 大半辈子的人生都在安化楼里度过 老住户们却一直困惑 共产主义到底是什么样子 这个天堂似乎没有存在过 新潮人记者唐锐 王明宇采访报道